很快地超度他 做大布施 所以汉双佛教说 你要超度这些 一定要准备更多食物 第二超见有缘 那我们的冤亲在主 很容易超度 因为阿罗汉叫有缘词 至少我们的冤亲在主 父母祖先 除了有缘 还可以普遍利益 幽民众生 看不见了 第三广洁善缘 所以我今天下午 还在跟我们成文龙菩萨说 我这个人从小 过去死就这样 我不是我妈妈报答的 我都是邻居抢的报答来的 所以因为我从小 就别人报来报去 报来报去 睡来睡去 我不知道睡了多少家庭 那这个就是 现在想想来 就是缘分 缘分解导 出家以后 我师父也 有一个老菩萨 90岁了 做一共看病 他说你这个人叫万人迷 我还听不懂 因为你结万人远 后来我出家了 我师父说 你过去结了很多远 所以很多人就喜欢 跟你在一起 听听佛法 所以我有这个福报 这个是结缘来的 所以各位一定要 赶快累积这些资粮 不然呢 像我的师兄弟 都是佛学博士 佛学硕士 后来就是一个人住在山里面 没人 为什么 读了老半天 没人听我讲 因为没有结这个众生缘 然后又不喜欢死死 每天跟我讲 老法师你每天跟鬼在一起 不然你要跟谁在一起 你还骂我 我说这个 这个是慈悲的方便 你叫我天天放生 天天祝念我都喜欢 但是没人念 那就主动找鬼来念 但是你就要维持悲心 所以各位以后你读经典 一定要先施死招请 然后你再来看经典 很有力量 对不对 你等于在讲经说法 前面有一亿的众生 在听你讲经说法 还边吃呢 边吃边喝边听佛法 吃饱好好超度 那你念这个经 你看这个佛法就很有意义了 你在超经他们的 你超一个字 他超度一百个 超两个字 他超度两百个 因为你在为他们超经 所以有这个 招请四四前行 再来修行 你会觉得每天都在办法会 第四 得诸佛菩萨及所 超见鬼神之护佑 慈悲就是供养诸佛 你直接在慈悲 你就是老板最好的职员 对不对 佛把众生当作独身子 罗活罗 你直接在帮助众生 所以诸佛菩萨一定 加持你 甚至把功德加持在你身上 让你真实去帮助众生 即所超见这些鬼神来护佑你 就像 秦兰菩萨 观公 被天台智德大师 之前还有一个 普什麽法师的帮忙 所以他可以脱离鬼神 忏悔 而护持三宝 所以简单的说 他以前做鬼神 头被断了 变成一个 有福德的鬼 因为归依了 忏悔了 成为佛教最大的护法 来护持佛教 第五 消世间宅礼之气 所以你到任何地方 坐坐甘露私食 哪怕水 哪怕烟共 那个地方就吉祥 第六 消除自己的业障 利益众生 就是净化自己 第七 真满福德 在这一点 我师父讲 没有福德代表你没修行 各位在修行 还在缺东缺西 你真的没修行 这是起码的修行 这起码你要人天福报 你人天福道都没有 那么修行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 自己好好的忏悔 不要去追求自己喜欢 先把自己福报够了 业障少了 进一步追求 禅定 深入境障 所以各位这是起码条件 真满福德 所以各位你最好每天 做七遍 做一百零八遍 好不好 最近有个菩萨说 师父我摆十万摆 摆得快 快完蛋了 不行了 怎么办 我说你改做施食就好了 你做一遍施食等于摆一千摆 你赶快做快点 因为利益众生更多 所以 真满福德 消灾 第八 消灾严寿 不要问你自己 你做施食可以让众生消灾严寿 哪里不好 因为施食至少可以长寿 第九 居处安乐 各位这两天好不好睡觉 除了时差睡不着 不是鬼来找你 然后你要在每个地方 每个地方都安乐 你走到哪里 简单的试试一下 简单的严谤 所以是我们从 从美国跑了一个月 加拿大 半个月二十天 每个地方都坐 每个地方都坐 想尽办法去帮忙 转化当地的地水火风 这样就没有浪费 所以广结善缘 让每个地方都居住安乐 各位你在家里门口 道场外面 经常坐 那个地方很吉祥 第十道业增进 那你的菩提道 就越来越圆满 那我们在施食的时候 要放四个咒 所以我们有做这四个咒 这四个咒 我们以后要把它做成 各位挂在手上 好不好 然后这四个咒挂在手上 那你等于这四个咒都有了 然后里面再印一个 欧玛丽贝美红 加一个变识咒 这下不得了了 这只手还得了 不用念都OK了 那时候东南西北 有个佛顶尊圣多了 你大悲咒 大随求咒 尊圣咒 是吧 我们以前都有用做四个小球 这样来结界 这样来利益众生 为什么你要利益众生 就要热烈 要热忱 各位不要哭哭冰冰的 好不好 然后脸也没表情 你要这个所谓密称 心里观修 种子制 献成多宝如来 然后念出他的咒语 然后表达他的意志 所以叫身口意都融入 这个你要成佛一定要修的 要修广大的悲心 一定要学的 所以再加上这个法器 让你不离开这种悲心 而且真实在利益众生 他们得到了食物 又得到了欺负如来的加持 可以让他们永离贫穷 可以让他们向好庄严 最后呢 阿弥陀佛让他们往生净土了 所以各位平常都可以念 这一本 我们这几天找一件事情 从头到尾念一遍 好不好 完了以后 好好回去你要念 你不要放在那边 晚上都鬼来找你 我这样半威胁各位 就怕各位不做 你拿到饱了还跑回家睡觉 你走到哪里都要念 念短念长 三分钟 一分钟 二十分钟 半个钟头 一个钟头 都没关系 这一本又是我们唱功 以他的悲心 又加上唐蜜的几个咒 把它结合 从头念到尾 也不会超过一个多钟头 只要七颗米 一点点水 你会做烟共 对方生病 你马上给他念念 给他回响 回响给骗一切处的 生病的众生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 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北壁观音福寿宫 位于桂河大桥旁 在观音菩萨 承到纪念日这天 师父带来观世音菩萨 慈悲传承的 施食法门 现在要来 甘露施食 就是说 要把我们的食物 都变成甘露的意思 什么叫甘露呢 天上的神在吃的 就叫甘露 如果吃的这个甘露 所有的病都不见了 吃了这个甘露 鬼就可以升天的意思 所以只要一杯水 那里面有七颗米 你就可以制造甘露 给所有天下的二轨道 所以佛经说 如果你家里有人生病很重 就像癌症 你只要连续做两个礼拜 布施甘露 他的病就可以好起来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 业障很重很痛苦 你连续做七天甘露施食 那你的业障就可以减低 如果你觉得有人在害你 你只要每天早上起来 做甘露施食 你做完以后 就回向给那个要害你的人 然后那个人就害不了你 就像你布施给那些流浪狗 然后流浪狗就对你忠心耿耿 所以佛说经常布施甘露给鬼的人 家里不会找小偷 也没有敌人 所以简单的说 你希望健康 希望长寿 希望发财 希望没有敌人 要经常这样布施食物 一般我们都 以为布施食物就是给供养佛 供养出家人而已 还不够 那各位要把布施食物给河边的 给看不见的鬼 这才叫慈悲 再来要布施甘露水 第一次供养佛菩萨 然后六次就是六道的众生 那各位以后也养成习惯 如果你要喝水一拿起来 我就念供养佛 要先这样念 然后呢 要喝之前 最好又点点外面 给孤魂也鬼喝 变成习惯 大众追随圣者菩萨们的步伐 修持甘露诗时 要共 为众生疗伤止击 那 特别各位在河边 你在念这个咒 或是念翁阿后 你要观察所有的河水 就变甘露水 然后他们就可以喝了 对啦 老板 有到这边 那各位平常也可以 烧小小的 比这个小的没关系 点一点香 加药粉 加药 然后观想这个药 布施给所有看不见的 生病的众生 这也是你消病苦很快的方法 灯油已满进法界 圣庙菩提新灯蕊 你点灯有一个很伟大的 慈悲的动机 那你就功德越大 所以等一下各位要把灯 观想成世界 灯油变成大的海 然后灯柱变成最高的山 要这样观想 然后王会念咒 然后一个灯 就会变成百千万亿的灯 而且还要观想 这个灯 到了最深的地狱 二轨道 最高的天 都有这个灯的光 所以一盏灯 就变成百千万亿灯 供养所有的佛 也帮助所有的众生 所以各位看到 晚上点灯 这个量比黄金还漂亮 我们佛教讲慈悲心 讲菩提心 就是这个颜色的样子 菩提心灯 菩提心灯 大慈悲为有 大慈悲为有 愿众生皆得点亮菩提心灯 得诸善法光明清净 愿将滴滴清凉甘露 无尽妙药朴实幽名 令恒河沙树恶鬼友情 皆得饱满自在 愿意满足 解脱于大乐界 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